拉开你与同龄人差距的21种顶级思维 爱因斯坦说过 一切问题最终都是思维问题 你的思维方式 决定了你的行为 决定了你的生活 而优秀的思维方式是成功的关键 想要解决问题 首先要有正确的思维方式 不同的思维方式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思维转变 就能让你豁然开朗 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生活和工作中的难题 常常让我们头疼不已 踏山之时可以公寓 学习和借鉴那些成功人士的思维技巧 是提高我们思维能力的一个有效捷径 不妨借鉴那些成功人士的思维方式 看看他们是如何解决问题的 他们的思维方式 也许能给你带来启示 让你找到新的思路 以下分享的21种顶级思维 建议收藏分享 当你做一件事时随时拿出来看看 悟出其中的道理 自然会让你事半功倍 关于素养灵依托利德定理 托利德定理认为 一个有智慧的人的标志是能否同时容纳两种相反的思想 并且能够在处理事物时保持清晰和冷静 这意味着一个人应该有足够的智力和能力去理解和接受不同的观点和思想 而不是只坚持自己的立场 这样的人通常能够更好地应对复杂和多变的环境 因为他们能够全面地思考问题 而不是只从一个角度来看待问题 这种思维方式不仅有助于个人的成长和发展 也有助于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 二蓝丝灯定理蓝丝灯定理提醒我们 在追求个人目标时 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稳定的步伐 这就像爬楼梯一样 如果我们过于急躁或者不注意保持整洁 我们可能会滑倒或者失去平衡 同样的 如果我们过于冲动或者不考虑后果 我们可能会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 遇到困难或者失败 因此 我们应该保持冷静和谨慎 同时也要注意自己的行为和态度 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应对挑战和机遇 实现自己的目标 三卢维斯定理 卢维斯定理提醒我们 谦虚是一种重要的品质 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和他人 如果我们把自己想得太好 我们可能会高估自己的能力和价值 这会导致我们无法真正地认识自己的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 如果我们把别人想得太糟 我们可能会低估他人的能力和价值 这会导致我们无法充分利用他人的优点和贡献 因此 我们应该保持谦虚的态度 认真倾听他人的意见和建议 同时也要勇敢地承认自己的不足和错误 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成长和发展 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关于计划四古特雷定理 古特雷定理强调了目标之间的连续性和关联性 这意味着 每一个目标都是下一个目标的基础 我们需要确保每个目标之间的逻辑和联系 以保证整个计划的连贯性和可行性 细分目标是为了更好的实现整体目标 而细分阶段目标则是为了更好的执行每个阶段的计划 通过保证目标的延续性 我们可以更好的实现整个计划 同时也能够更好的应对各种挑战和变化 五 弗洛斯特法则 弗洛斯特法则提醒我们 在制定计划和目标时 我们需要明确自己的边界和限制 这包括明确自己的资源和能力 以及明确自己能够接受和拒绝的事物 只有明确了这些边界和限制 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制定计划和目标 同时也能够更好的应对各种挑战和机遇 这不仅有助于提高计划的可行性和成功率 也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掌控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六 目标置换效应 目标置换效应提醒我们 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注意目标和手段之间的关联性 我们不能只关注手段而忘记了目标 否则我们可能会在手段上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 而忽略了真正的目标 因此 我们需要时刻关注目标和手段的关系 确保自己始终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同时 我们也需要不断审视自己的目标和计划 以确保它们是清晰 具体和可行的 关于沟通灵气风无法则 风无法则是说信息是主动性的源泉 良好的沟通对于改善管理效果至关重要 人与人之间的误会往往是由于沟通不善造成的 因此我们需要加强沟通 像蜜蜂蜜一样吸取各种沟通方式的特点 有针对性的进行沟通 通过良好的沟通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彼此的需求和意图 避免误解和冲突 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和合作效果 把斯坦纳定理 斯坦纳定理强调少说多听的重要性 只有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和建议 才能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 说得过多可能会成为做的障碍 因此我们需要控制自己的言辞 避免过度表达自己的想法而忽略了别人的意见 通过倾听别人的意见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问题 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 同时也可以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 九 避雷针效应 避雷针效应是指通过疏导和引导来控制情绪和避免冲突 在沟通中 我们需要善于抓住对方的内心 控制其情绪的变化 避免产生不必要的冲突和误解 通过了解对方的情绪和需求 我们可以更好地应对挑战和问题 同时也可以建立更好的沟通和合作关系 同时我们也需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表达方式 避免过于激动或冲动而造成不必要的冲突和误解 关于决策使不利单效应 不利单效应是指在决策中犹豫不决 难以做出决定的现象 为了避免这种效应 决策者需要果断选择 全力以赴地执行 在做出决策时 要避免受到过多的干扰和诱惑 而是专注于目标和核心问题 果断地抓住时机 确定新的行动方向 集中所有资源 坚定不移的前进 只有这样 才能避免不利单效应的影响 实现更好的决策效果 十一福克兰定律 福克兰定律强调有效的决策 必须是基于事实和证据的 当不确定如何行动时 最好的做法是不采取任何行动 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放弃思考和决策 而是要明确自己的目标和意图 对信息和证据进行充分的分析和评估 通过深入思考和充分准备 我们可以更好地应对挑战和机遇 做出更有效的决策 十二雷布森法则 雷布森法则告诉我们 懂得选择和学会放弃是非常重要的 没有选择不好 但太多选择也不好 我们需要对机会进行筛选 去掉不合条件的选择 在做出决策时 我们需要明确自己的目标和优先级 对各种选择进行权衡和评估 只有懂得选择 学会放弃 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 避免过多的干扰和浪费 关于创新十三沃尔森法则 沃尔森法则强调信息与情报的重要性 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 得到信息的人 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和优势 因此 我们需要时刻关注各种信息和情报 了解市场和竞争对手的情况 以便更好的制定计划和决策 只有掌握了足够的信息和情报 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应对挑战和机遇 实现更好的发展 十四维特莱法则 维特莱法则告诉我们 成功者所从事的工作 是大多数人不愿意去做的 这意味着成功需要勇气和冒险精神 需要不断地突破自己的舒适区 只有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 才能做别人不能做的 因此 我们需要不断地挑战自己 尝试新的事物和领域 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实践 来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竞争力 十五里的定律 里的定律提醒我们 接受变化和不断学习是至关重要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 我们需要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技能 跟上时代的步伐 只有不断地学习和进步 我们才能够突破旧格局 迎接新的挑战和机遇 因此 我们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 积极拥抱变化 不断追求进步和发展 关于竞争十六快鱼法则 快鱼法则是指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 速度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 不是大鱼吃小鱼 而是快鱼吃慢鱼 在当今市场瞬息万变的时代 谁能更快地获得信息 做出反应 谁就能抢占先机 占据市场优势 因此 我们需要不断加速自己的决策和行动 跟上市场的步伐 才能更好地应对挑战和机遇 时期史密斯选择 史密斯选择是指通过合作来实现共赢 而不是通过竞争来消灭对方 无论是合作还是竞争 最终都是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 因此 我们应该将竞争对手视为合作伙伴 通过建立战略联盟来实现共同发展 这 我们应该将竞争对手